好,刚才我们介绍了节点定律 紧接着我们进入到第115页的3-2回路分析 什么是回路分析呢?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 应该是3-19的这个例子 OK,3-19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回路电路 OK,我们这个回路里面呢 这一个电路上面有两个小的纸回路 一个叫做I1,一个叫做I2 好,那么回路原理是 我们用的叫做克西霍布回路原理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从A点出发 假设A点的电压是已经知道的话 经过了这个回路,I1这回路 又会回到A这点的电压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从B点出发 经过了I2这个回路 无论是升压、降压、升压、降压 一定会回到了原来到B点的电压 就是说,回路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一定是一个封闭的电路 封闭电路就是像这样子 A,B,E,F,A,又回到了A点 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子计算的方式呢 这一圈的里面,不论是升压、降压、回到了A 一定是原来的电压 从B这个也是一样 从B点升压、降压,也一定会回到原来的电压 好,我们看我们来怎么做计算 好,这个是他我们说计算的方式 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各位看一下 对于左边的这个回路而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我们可以左边的来看 这个我们 假设我们也刚才前面提到了 从A点出发 第一个,A点出发以后 第一个呢,有电 前面有提过 只要是消耗能量的 我们都给证 V1 就是在这个地方 V1 好 从进阶的往下走 V3 再来V2 到了F点 回到A点的时候呢 有负端朝向进来的方向 我们取负的电压 注意到,我们真的取负的电压 换句话说 前面 V1 V2 V1 V3 V2 三个电压呢 都是消耗的电压 我们取正电压 那这一个呢 是提供电压的 而且负端朝向它自己的 我们给负号 这负号规则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回路 在这个回路而言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也是一样 从B点出发 都一圈 又回到了B点 B点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电压 V2 V2 跟刚才见的V1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正端朝向进来的方向 那么在这样子的话 我们给正电压 给正电压朝这里 好 再来 V4给正 V5给正 好 再来了这个V3 好 前面有提过了 前一端有提过 V3在第一个回圈 我们取正 因为这时候呢 以正 这个 这个 以进来为正 下面是负 但然后第二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是负端进来 然后正端出去 所以跟前面的第一个回圈 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回圈的时候 我们的V3取负号 好 紧接着 我们知道呢 好 在第一个回圈里面呢 是电 这个 这一个回圈的电流是I1 第二个回圈是I2 好 因此 V1的这个压降 可以写成I1乘上R1 那对于 第二个V2呢 也可以写成I2乘上R2 那至于说 在这个两个共用的 这个R3这个的话 就写成 我们用第一个先写的 先用I1-I2乘上R3 在这个地方 好 那同样的 V4等于I2乘上R4 V5就下面这个等于I2乘上R5 好 那在第二个因此呢 我们从这两个式子呢 重新把V用电压 用电流取代 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式子 第一个I1呢 乘上了 就这个回 I1这个回圈呢 乘上它一个上面的 经过的三个电阻 在这里 再减掉一个共用的电阻 在这里 注意到 减I2乘上R3 在这个地方 好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回圈上面的 所看到的一个电压 电压源在这个地方 OK 如果写在等号的左手边 取负的 写在等号的右手边 我们就取正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第二个回圈里面 我们也用相同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由于这一个呢 有一个I1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R3 在这个地方是共用的 我们取负号 I1乘R3 加上I2乘上所有的电阻 R3 R4 R5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电压源 在左手边的时候 进来朝正 我们给正号 到了等号右手边 我们就取负 那最后呢 也可以把这一个 两个回圈的电路呢 简化成一个矩阵 矩阵的对角呢 视为上面回圈里面的电阻的盒 例如说 第一个回圈 R1 R3 R2 R1 R2 R3 R2 第二个回圈 R3 R4 R5 R4 R3 R4 R5 在这个地方 至于说呢 这个其他的这两个呢 就是他们共用的电阻 取负号 R3 在这个地方 各取负号在这里 乘上 I矩阵 就是I1 I2的直 Column矩阵 等于VS1 就是这个回圈上面的电压源 等号的话 我们刚好 在这边等号的话 刚好 那个符号规则相反 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矩阵知道了 然后V1 V2 这个V1 VS1 VS2 这个矩阵也知道的话 I1 就可以直接走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去说 老师 我可以解连立方程式去解也没有关系 在这边只写一个简单的形式 就是万一 你有一个三个回圈 或四个回圈的时候 那这时候 你再用去解连立方程式 可能解了很耗时间 那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电脑来解矩阵 就会加快我们解题目的速度 好 那好 紧接着我们就把这个实际的数字带进来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呃 这一个电路 OK 这个电路各位看到 这个电路在前一节有出现过 这是一个单节点的电路 我们知道呢 要解到这边直接呢 只有一个式子就解出来了 我们现在用两个回圈 用两个式子来解 用刚才前面的概念 好 我们从左下角出发 -12 加6Ki1 加上6Ki1-i2 i1-i2等于0 好 这一圈都一圈回来等于0 我们用向下阶梯 在地点在这里 对第二个回圈 6K就是这个电阻 乘上i2-i1 注意到这两个简 是刮弧 在前面的时候 i1先就是i1-i2 到后面的i2先就是i2-i1 OK 就是取符号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就6Ki2-i1 注意到哈 你这一个回圈 如果i1就是i1去减 可比人家的 到第二个回圈 也是一样i2先 i2去减i1 再加上3K乘上i2 然后再加上 因为正端朝进来的方向 就加3等于0 好 在这里面呢 好 我们这里面呢 呃 当然解连立方程式 我们当然就可以解出来 OK 我们看 解出来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刚刚讲回圈呢 不见得一定是两个单独自己 我们也可以写成像这种形式 OK 小回圈 大回圈 可以注意的哈 小回圈 大回圈 两个都是顺势中方向 那这样子的解出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先写小回圈的-12 从这左下角开始 加6K的 OK 加6K的 在各位看到 i1加i2 两个相加 i1加i2 在这个地方 加上这一个6K呢 那这时候呢 小回圈只有i1 所以这个6K呢 只有i1有等于0 好 那紧接呢 大回圈 就是这个大回圈里面呢 也是想-12 然后6K这时候 两个i1加i2 也没有 这时候呢 因为这两边相同方向 所以符号不用改 好 在这一个呢 只有i2有 加上3K i2 再加上3V 等于0 好 这样子也可以照样解出来 那只是解出来 这时候的i1 跟i2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在前面解出来的时候呢 单独个别独立的回圈的时候 注意到i1是 5分之4 就是1.25 miniante 在这里的话 就是4分之3加2分之1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结果 但是呢 在这里的话 i1跟i2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好 那最后 他要求i0 那就i0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i1的4分之3 i1就是我们要求的i0 就在这个地方 好 当然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刚才前面提到的 用节点定律 以中间的那个节点的电压为V0 V0-12 除上6k 加上V0除以6k 就是中间的那个R3的电阻 再加上V0-3除以3k 这样子也可以解说i0都4分之3 这样子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不论是你怎么去解 OK 不同的方法 节点定律 或者是回路定律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答案 的代表 我们的理论 理论是不同的 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确的答案来求解 好 我们紧接着我们回到了刚才这个电路 是不是我们每次都要那么麻烦兜一圈呢 如果我们了解到规则性的话 看到这样电路以后 我们马上可以直接写它的矩阵 好 例如说刚才我告诉我们 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就是直接回圈里面的所有电阻 写在第一 写在对角 第一个有R1 R3 R2 第二个下面的有R3 R4 R5在这里 然后中间两边共用的 写在这个其他的另外两边取负号 然后呢 VUS1呢 再是这一个 VUS2是这一个 那么取决于看你进来的方向 你这个啊 我们原来在等号左边是负的 等号右边就为正 那这个呢 等号左边为正 等号右边就为负 如果这些数字是已知 那这些数字如果也 如果已知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呃 举证 求它的反举证 这样再去相诊 就可以得到了 OK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题 那下面这个例题里面也是如此 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 呃 有三个回圈 OK I1在上面 I2在左下 I3在右下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电路里面 我们马上用到我们刚才所学会 学到的规则 斜对角是上面的电路 4加6就第一个 这10 I2的话 9加312就在这里 I3的 I3的这个地方 就3加12 就3加6加12 刚少看了一个 9加是21在这个地方 好 好 1跟2回路中间 加一个电压元 所以没有这边挂0 1跟3加一个6 有意思写 负6在这里 然后看第二个 2跟 2跟1加一个电压元 所以挂0在这里 OK 那么2跟3的话 加一个3 可以我们去负号在这个地方 好 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他跟1加一个6 取负6k在这个地方 他跟2加负3在这里 好 I1 I2 I3 等于 这边 第一圈小 对于第一圈而言 有一个6伏特 有一个6伏特 在等号左手边取正 在等号右手边取负 负6 对于第二个呢 有一个负6伏 在等号左手边 在等号右手边取正6 好 第三个里面没有 就取0 好 换句话说 这里面求出来以后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矩阵呢 带到里面的公司去算 直接把里面去key-in进来 就是刚刚可以看到的 10k 12k 就是依次类推 我们把key-in到矩阵的 这是用Lavio老师选的程式 然后呢 然后把 然后这个 这个是电压矩阵 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A去求 它的反矩阵 乘去AB的话 最后一口气 我们就可以把电流求出来了 OK I1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电流是-0.67mA 第二个I2是多少呢 是正的0.47mA 第三个呢 这个小回圈呢 是-0.13mA 就马上答案就求出来了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里面 有两个回圈 其中第一个回圈上面 有一个电流远 两个mA 第二个回圈上面 有一个电压远 是以这个方向为阵的话 是-2伏的 告诉我们 I1其实已经不用求了 因为I1已经告诉你 是两个mA 换句话说 如果在一个封闭的回路中间 如果有电流源的话 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回路中 它的电流源 电流已经是已知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不必求 等于说 有一个位置数已经知道了 换句话 那没有位置数呢 只有第二个 好 在这里面 我们看下我们的解法 第一个电流文 写出来 I1等于2乘10的-3 A 好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写这个回圈的公式 2K 从这里左下角出发 2K乘上I2 刚刚前面提到 我这个回圈 就是我的课 先写 I2-I1-2 -2 再加上6K乘上I2 然后把I1用 两个mA带进去 那I2就直接减出来了 那I2知道是 3mA以后 然后乘上6K 乘上这一个电阻 我就知道了 这个V0的这个压降是多少 4.5V OK 这就马上我们可以做出来了 OK 好 我们紧接着看下面这个例子 好 这下面这个例子也是 有三个回路 也是I1 I2 I3 我们都用顺时钟方向 为我们的主要方向 第一个回路 有一个4个miniA 所以第一个回路就已知了 OK 第二个回路呢 回路的方向跟电流源的方向相反的意思 我这个回路是取-2 2-2乘以10 使得-3安培 那我们就focus到第三个回路 那我们就focus到第三个回路 也是一样 再加上6K自己的乘上I3 就是减3 进来有个减3等于0 把I1 I2以置之质带进去 那么我们带进去 我们I3就求出来 是四分之一 mA 那乘上了4 就是这边的压降 然后再去减3 也就知道减了这个电压 因此我们最后求出来 这个Vout V0 sorry V0的电压就是-1.5伏特 在这个地方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之中呢 我们有一个电流源 跨在两个回路之中 那这怎么办 这有点棘手 为什么呢 第一个回路 那如果像这个里面的 这四个mA的话 如果像刚才的方式 第一个 像假设左下角是第一个 没有问题 两个mA搞定 第二个回路呢 就有点困惑 因为这个四个mA是 不论是在第二个回圈 或第三个回圈 通通会算在内 因此这个时候 我就不敢确定 这两个多少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的做法是 首先呢 第二个回路 还是照样照写在这里 但是我第三个回路的时候呢 我们取的路径呢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怎么样子呢 取路径的方式呢 我们把刻意的避开了 这一个电流源 我们各位看到 我从这一点出发 经过了 经过了减6加1 然后再加2乘上电流 然后再加上 这一个呢 2k乘上了 i1去减掉了 去这两个的相减 再加上 这里面是三段电流 因为还有一个小回路 i2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边的压降 是包裹了两个相减 在层上 从中间来 刻意的避开了这个两个电流源 我只要一个封闭局限 好避完了以后呢 我试纸就在这边照写 第一个-6在这里 第二个 1k i3在这里 第三个 2k i2加i3就是右下角的 这个2k是两个电流源的核 也没有问题 好 比较困难的是中间的2k 2k有三个电流 对于i3而言 由下往上 对于第二个i2而言 也是由下往上 对于第三个i1而言 是由上往下 因此就相减在这里 然后再加上一个1k乘上了 i3减掉了 i1 会等于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这也要是从零开始的话 从零开始到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式子 但是i1 i2都已经知道了 只有一个位置数 不晓得叫做i3 i3解出来的-2mA 然后呢 -2mA 我们课本要 这个题目要问的是i0 就是跨过2k的这个电阻 那么我们就把i0 那么这个电流是多小 那电流刚才前面提到的是 i3加i2-i1 那么i3既然有解的话 把已知值带进去 那就解出来了 i0等于负的3分之4mA 就求出来了 好 这里面 这方刚前面提到的就是 我们的解题技巧就是 就我们在设计前面有三个回宣 这两个回宣 前面两个回宣呢 都刻意让它流过电流源 那就变成已知值 解到第三个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电流源开路 然后去求到了 然后把它的回路设计成这样 电流源开路以后 我们就可以要利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i3给求出来 接着我们看一下 第125月 范例三支时期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电路图 那这个电路图里面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2VX 去称VX等于这一点的电压值 那我们怎么来做这个电路呢 怎么来解呢 我们用回路原理 回路原理呢 在这里上面呢 我们设计回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想办法把这个题目简化 怎么简化呢 传统我们都是两个一样大小的圈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小圈大圈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呢 这样子的 我们的这个压降 VX 可以看作小回圈i1 乘上了这个4K的压降就可以了 跟i2没有关系 因为i2走大的回圈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回路原理 试字写出来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小回圈的-2VX 加上2K乘上 这个2K有连i1加i2 因为小回圈和大力回圈的电流都经过它 然后再加上4K小K的 这个4K乘上i1等于0 没问题 对于大回圈而言 大回圈的话 还是一样-2VX 加上2K的 两个电流的和 i1加i2 就是4K乘上i1 4K乘上i1 带进去的话 带进去的话 我们这个四指 两个四指 两个位置数 我们经过化解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电流解出来 其中i2呢 等于2分之3 就是1.5mA乘上6K 那么这个Vout Vout 就等于9伏特 当然我们也可以 这里面是一个最简单的解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那个超级节点的方式来解 这个事情 就是之前各位看到的 我把这一点 这个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以这一点的事情 就是VX-2VX 除上2K 加上VX 除上4K 加上VX 加上3 除6K 加起来等于0 就是这个式子 好 那这个超级节点 也照样我们可以把 这个解出来 这样照处把VX 解出来以后 好 然后再加3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Vout 在这个Vout 这个DNA也就解出来了 好 我们看紧接了以后 看了以后呢 紧接我们翻过来 到了 这个电路图出现在哪里呢 在第127 就范例3-18 在126-127 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电路上面 我们看到呢 有三个回路 第一个回路在这里呢 它 嗯 把它放大好了 这样看得很清楚 第一个回路呢 它是有一个相依的电流源 VX 除上2000 好 VX 相当于这两端的压降 第二个回圈呢 两个mA 已经已知了 那第三个回圈 我们也必须要做 要做计算 好 我们看第一个 嗯 I1 就第一个回圈呢 是VX 除上2000 好 第二个回圈已经知道 两个mA 在这里 好 第三个回圈 刚才我们要算过了 -3 在这里 2K呢 乘上I3-I1 2K乘上I3-I1 没问题 OK 加上6K乘上I3等于0 好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经过化解以后 变成2Ki1 加上8Ki3等于3 好 再来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VX这边的压降 那VX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4K这个电阻 乘上 OK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进来的是I1 这是从正端进来是I1 从负端进来是I2 从负端进来是I2 所以就变成4K乘上刮斧的I1-I2 那么4Ki1减i2 我们又知道呢 i1等于VS数量两天 相当于VS 我们把这个呢 带进来带过来 那么就像2K跟4K就消掉了 就等于2花骨的i1减的i2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 -i1加上2i2也等于0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i1 i2 i3 我们分别写成一个矩阵 i1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呢 是在这里 就是-i1加2i2 等于0在第二个 在这里 第二个呢 我们又知道是两个mA 就是i2 等于两个mA 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就是 刚刚前面的 -2Ki1加8Ki3 等于3 就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事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用矩阵法去求解 好 我们把这一个矩阵 前面的这个矩阵呢 求它的反矩阵 然后再乘上了 我们这个矩阵 我们就解出来了 解出来呢 i1 i2 i3 其中的i3呢 是0.001375 乘上了6K呢 我们就得到PO 这个电压就求出来了 好 这个电压出来多少呢 是8.25伏特 好 解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下面一道 好接着我们看第127页到130页的范例3.19 好 这个电路图出现在 你们的128页的上面 好 这电路图 也清楚可以看到了 有四个回圈的电路 这个电路不但有四个回圈 还有两个相依的电源 一个是相依的电压 还有原在这里 一个是相依电流源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回圈 很简单 有个四个mA搞定 第二个回圈呢 它也是一个相依电流源 电流多大 是VX除上2K VX除上2K 那VX又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个和这一个的电阻 电阻 而且正方向 你正专的朝右 好 那我们就先写下来再说 第三个回路 就是左下角的这个回路呢 这个回路 首先看呢 EKIX EKIX 这种IX代表了 这个EK的电流 就是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就是4减2 那给我们还会用到 先不管怎么样 就写起来 再来 EKIX 加上2K的这个 乘上3减1 再加上 1K的3减4 在这个地方 回路式呢 相对简单的多 因为什么 它没有其他的 相依电压源 或相依电流源 在这个地方 从左下角开始 1K的4减3 加上 1K的4减2 再加上 12 等于0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式子搞定 第二个式子 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这个电流是VX除上2000 把VX的定义带进来 VX刚才前面提到优势 我们以左边为正 右边为负的话 就是3减1 3减1的 3.1的I4减I3 那么 再乘 就是3减1 再乘上2K 就是好 把这个定义 往里面带 带到这个式子 进入2K的 挂户的I3减I1 出到2K 2K I3减I1 好 那这个式子重新写过 就是I1加I2减I3 等于0 这是第二个回圈的式子 在这个地方了 第三个回圈 刚才前面提到 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 电压源里面有一个电流 iX4 I4减掉 I4减掉I2 好 那我们把I4减I2 往里面带到带进来 然后 2K 挂户的I3减1 在剩下的带进来 我们可以化解成为 那第三个回路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式子 1K I2加3K I3减2K I4 等于8 好 那我们紧接着 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回路 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回路呢 有一个 就是第四个回路 有一个 12的这个 我们可以重新改写过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 全部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紧接着做下一个步骤呢 做什么 写成矩阵 矩阵写出来了以后 然后 我们求它的反矩阵 在层上后面的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电流给求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 就求出来了 这个是 范例3-19 这道题目 好 紧接着我们看 下面的越来越复杂的 刚才是四个 现在又 1 2 3 4 也是四个 在这里面 还好 这里面只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 但是 这边有一个共用的电流源 那这里怎么办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 先看第一个 小回 这个回车 I1 是一个定的电流源 就是 2除以1000 没有问题 好 这个一个是跨在两个时间的话 那我们刚才用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算在 只算在一个轨件之内 就是I3的 好 那么就I3 那这由于它的电流方向跟I3的方向相反 你取负在这里 然后看上面的这个I2的话 I2的话 我们先写下这个是负2VX加上 在这个地方负2VX OK 这个是负2VX加上 这个1K乘上I2减掉I 这个I2减掉I3 我讲错了 这个负2EK乘上I2 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这个回车里面呢 只有这个有 因为我们把原来的I4 这个回车呢 我们现在重新画过 怎么画呢 我们把这个开路 因此我把I4的回车呢 是画在这个大的回路上面 OK 原来是在这里 因为这个你讲了一个 这个很讨厌的一个电流源 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开路 就画在这个大的地方 使得这一个EK呢 只有一个 就EKi2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EK呢 i2减i3 就是相对于这个等于0 好 回路4就是刚刚前面 大的这一个了 大的回路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大的回路里面 第一个呢 这个VX代表的就是 有三个电流相 三个加起来以后 再乘上的这个EK所得到的结果 哪三个呢 第一个I4 of course 第二个呢 E跟它相减 还有一个 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I3在这里 就是I3是什么 就是一个-2K 所以-2除以1000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三个乘上1K 然后-2 再来一个减的-2VX在这个地方 好 VX是什么意思 刚才已经算过了 VX定义就是 这一个电子 这一个电子乘上三个电流 I1-I3-I4的结果 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再加上 这个EK乘上了I EK乘上了 就是这个 EK乘上I4就是这个 然后再加上4等于0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于是乎呢 我们就可以 感觉上好像很复杂 但是呢 I1知道了 I3也知道了 OK 我们唯一不晓得的是 I2跟I4 因此呢 我们事实上呢 只有两个试子 I2跟I4 两个试子 然后呢 I4可以马上可以求出来呢 这个里面马上出来 I4等于2mA 马上也就出来 然后I2就是1mA 那我们要去 这时候呢 如果要叫V0的话 V0很简单 V0就是I2乘上1K 就 如果 那马上就会出来 那么 我们事实上 I2呢 对 1mA乘上1K 就是EVT 就这个题目 就会算出来了 好 在这里面呢 各位看到了 在这里面有一个课本上面的 132页有一个重要的EASU 就是说呢 我们有时候 各位学过了节点法 也学过了回路法 到底是用节点法比较好呢 还是回路法多少呢 那基本上我们看的就是 哪一个比较容易算的 我们就用哪一个 像以这个图 出现的3.30的这个图来看的话 3.30这个图来看 我们粗看的看 各位看到 1个回圈 2个回圈 3个回圈 4个回圈 5个回圈 6个回圈 7个回圈 8个回圈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8个回圈 至少 还中间这里面 还有一个2 蜜蜜蜜蜜的话 我们可以省掉一个的话 我们至少要7个位置数来做 那当然 7个位置数 去解联力方程式 一定是一个好大的工程 好 这个当然 你用电脑机也是没有差别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要快一点 用手工计算的话 那我们相对而言 我们就有些取巧的方法 因为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三点是共点 这两点也是共点 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事实上 我只要解 解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三个回圈 四个回圈 五个回圈 我可以相对而言 如果我解 我说错了 如果解成了解点定律的话 我就相对来简单的去做 因为这个三点共一点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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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四个点 大概就可以解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解这块 其中又有一点 这一点的电压知道了 这一点的电压也知道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节点法的话 事实上只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两个节点 这两个位置数 就可以求出来了 就是说 我们要解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看哪个容易方便的方法 第一个是首选就是那个了 不要去想 哎 用这个野心大了 要写了 练好多式子 因为式子越多 就越容易出错 好 介绍完了以后 在这张里面 最后 我们会介绍 这各位所看到的 在 130页 范例3-21 这有六个回圈的 这个是 电底下大概是最难的电路 六个回圈的电路 OK 我们看到 六个回圈其中又有 两 又有一个相依电压源 一个相依电流源 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看了 我们就逐个来破解 好 这个里面 第二个回圈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 我们把它的 123456把每个回圈可以定义出来 好 那这里面呢 电流源 这里面呢 有电压源 有电流源 其中有个电流源在这里 但是它是个相依的 没有什么 没有太大的帮忙 好 不管怎么样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回圈 就是左上的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I1的话 就是VX的话 EK I1 就在这个地方 加上EK I1-I2 就是这个 这个电阻呢 写在这里 然后EK I1-I4 就是这个 在这个地方 好 第一个是搞定了 再看第二个是 就是这个回圈 这个回圈也是一样 有三样东西 就是在这个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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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1K的这个 I4-I1 加上2VX 也先照先写 等一下再来看 第五个 就是这一个 好 第二个第五个呢 我们怎么看呢 第五个 我们从这点出发 都没有问题 1K的5-2 就是这个 加上1K的5-6 就是这个 然后减掉2VX 出来在这个地方 第六个回圈 就是这个 第六个回圈 第一个 左下的1K 6-3 1K6-3 sorry 我讲错了 6-3是这个 1K6-3 然后加上1K6 就是这个 加上1K的6-5 就是这个 六个设置 通通到期以后 它的控制变音像 第一个 VX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按照原来 这个 这边电影 VX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以I1来看的话 EK的 它是从 注意到正端朝上 负端朝下 因此它是负的 EK乘上I1 这个也是 大家常常会搞错的地方 因为它 我定义是正端朝上 负端朝下 因此 从负的进来的话 你要用必须负好 负的EK乘上I1 然后 它的IX是什么 IX刚才就是 I5-I6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往里面带 带进去以后 好 我们要求手呢 我们要求I0 I0等于什么 也就是I6 好 我们把这六个设置里面呢 经过逐步的化解以后呢 好 写成了六个设置 就我们看下一页 好 我们就把它这个矩阵 可以写出来 注意到大家特别小心 矩阵出来以后 然后 又把那里面的 右边的这个 V向量出来以后 我们的电流呢 就直接求它的 反矩阵 然后 参成V 最后就参出来了 最后的 最后的 I6 就最后一个 负的0.048 OK 安培 就是我们就是 这个电流呢 就是最后 我们要的I0 也就求出来了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 了